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评人 对 有个影评人 进门的时候就要写一个公告 就说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不要走 有个影评人陪大家一块看 然后呢完了之后 这影评人说打干某走举 叫什么打干某走举 打干某走举 大家不要走 大家不要走啊 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虽然今天人比较少 我回家看看 全影院加上我不超过七个人 这观影员就在讲 说我呢 是看到第五遍的时候 我对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了解 别吓人了 两遍就行了 他真的在看了 因为他老要跟着那个观影员 跟着观众 陪观众看大概是 他就看了 他看了五遍了 他看了五遍 不奇怪 我好多朋友看五遍了 因为每一次都看了25分钟 就要睡觉 所以五遍加起来 就刚好整部片看吧 我必须承认 我也打了两个哈欠 但是网友引用我评 海上花的评语了 我也引用了 对对对对 我就是说这个徐老师最有名的评语 我经常的拿来讲 就是这个他的这个 活叫闲的海上花 徐老师说实在是好看 看得睡着了 醒过来再看 还是好看 是这样的 打个哈欠 还是要看 要看到完 但这部比海上花容易看 我一点都没睡着 因为他在情节叙事方面 充满了张力 充满 而且他有 就是谜团嘛 你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嘛 对不对 所以我 我一点都没睡着 这次 你觉得很好 很少啊 这样的电影 这样的电影很特别啊 就是说 当然我也觉得很好 但是更主要的 它是特别 那我要拍一个更特别 你为什么不会觉得好呢 那好是因为 它在各种各样的电影 这门艺术里边 或者至少我们讲 在中文的电影的 这个这个艺术里边 它有些地方有突破啊 比如说 比方说 它用比较文言的台词 这个有人还批评 别人批评不管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因为我多次讲 我 我看不了有些现在的拍古装的戏啊 它里面一用就用现代词 什么性解放啊 个性解放啊 这种词 环珠格格里边嘛 这你要个性解放啊 什么 我就听不了戏 我这个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 不能完全做到复制 但是尽量去模仿 那个时候的人 是怎么说话的呢 现在有人 这个 这正是一个争议的点 对对对 有些人拿出来讲就是说第一唐朝人也不是这样说话 第二文言文是书面语唐朝人可能也有唐朝人的口头语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什么 他这是要一种氛围 要一种气息 一种这种古人唐人的这么一种气氛吧 所以他故意的这样弄 对 但是也没有完全彻底 中间还加了一些咱们一起啊 这样的字 我非常注意的那个现代的口语 但是很多时候 他用的是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白的一个文言文 因为福古不福古很难讲嘛 没有人吃到真正百分之百的唐朝 所以相对当然比较好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抛开 懂不懂就有概念嘛 我觉得蔡明亮谈他自己的电影说的最好 大家都说不懂蔡明亮的电影 他说干嘛要懂啊 我的电影就像天空的月亮 你晚上回家骑着脚踏车里抬头 你不会想我看不懂就有月亮 我要怎么看懂就有月亮 月亮 不是啊 我要欣赏他感受我跟月亮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假如抛开懂不懂这个概念 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解说源 那回到电影本身 我对你们刚讲到特别这个字感兴趣 特别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这是艺术电影 为什么肯定他好了 因为通常在两个层次上面 我们说他特别有贡献 第一个就是作者 我们侯孝贤当然是个作者 电影作者论 他自己的创作脉络里面 跟他的海象花 跟他的童年往事 跟他的什么什么 在电影语言方面 他自己有没有突破 有没有他的风格 他风格怎么样的改变 我们觉得他贡献了 突破了 而且很精彩 这一点的很特别 第二个回到 贡献在哪了 突破在哪了 比方说更小的叙事 他为了这电影 几乎跟他的好朋友 朱天文不是几乎了 已经炒翻了 朱天文 朱天文炒翻了 朱天文阿诚都是编剧吗 对啊 他们一看完剪片 下楼就从楼上炒到楼下 几乎就听完一脚 把他踢上楼梯了 然后要求他 要我哭要骂 你能不能多一点的线索 来给观众理解 那个故事 心想 以前他的电影 基本上还是可解的 OK 他现在比方说 他处理苏奇这个角色 OK 这样一个女的武侠 武侠的人物 他跟他要去杀的人 之间的关系 你看那个视觉 比方说那个女的 经常在树上面 他怎么样看那些人 然后再回去 跟他们平视 中间的改变 还有他当然讲到什么 还原当时的情境 还有那种风声 里面所有的大部分对白 都在风声 你看完以后就感觉风声 是是是 你说这个我也有体会 你觉得他有突破 我反倒觉得 他当然有突破 但是呢 我还认出了侯孝贤 你就就是 我觉得侯孝贤啊 他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你要 你要知道一个 比如说当年 他拍《悲情城市》的时候 他跟杨德昌 最早就开始现场录音 过去电影的声音 是后期在做假的 那个时候他就要 就要还原真实啊 他要现场录音 所以他得了这个金诗奖 他不是拿的那个奖金 就给他那个录音师 说你们买好一点的器材 我们以后要发展这个 所以你当然这个 聂影娘这个 并不全部都是现场录音 但是我就说啊 这个人一直滋滋以求啊 他要拍出生活的质感 就真实生活的这个 这个质感 比如说你看《海上花》 你为什么看的 睡着了 他就是功仇交错 划拳 就是这样 你看看他的电影 你就像是一个旁观者 隔着点距离 看这个真实的生活 有时候看到一幕 有时候没看到一幕 但是你就琢磨去吧 是不是有点这意思 我是同意 我觉得是侯孝贤 个人风格非常强 我看的他在 侯孝贤自己的 系列里的突破啊 不如说是他对于整个武侠电影的挑战 因为侯孝贤这个风格 他不是拍武侠片 可他现在因为版权的关系 偏名从音影娘改为刺客音影娘 英文干脆就是刺客 所以给我们的阅读期待 是讲一个形刺和武侠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他跟所有的武侠片都很不一样 比如沃虎长龙也还走得更远 所以在这点上又是我刚才讲 除了语言文字之外 这点上是特别的 画面特别漂亮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他非常讲究的声音画面漂亮 不是还有他的这个漂亮啊 不是那种特别戏剧化的漂亮 你看他这个画面里 一直都有这个环境声 就像你说的风声草虫声 所以我看香港这有个影评 就说他至少他的企图 说是让唐朝落到了地上 他不是咱们电视剧里的 不是那种 或者满城进的黄金甲里的 他不是那种漂亮 英雄里的那种漂亮 他这种漂亮 他其实老 我觉得他还是老是想求真的 但是你知道 这个里边确实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啊 阿诚是编剧排名还是最前的啊 就是阿诚给他出了很多的这个主意 然后呢 我就记得阿诚这个天马行空的嘛 就他甚至曾经聊过 就是说哎 这个聂尹娘啊 你想象一下 把他拍成一个现代的人 阿诚出租 聂尹娘是个现代的 在准备着一些杀人的工具 然后每天出去一趟回来 出去一趟回来 你知道吗 当然可能何亚贤听着就是 有点瞎掰 对吧 但是呢 据说这个在片子在日本 拍到中途的时候 他经常发火 招了急 有时候一脱口而出 就是说 嘿 要是当时听了这个阿诚的 拍现代的就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谁见过唐朝 对于一个一定要求那种生活 生活质感的人来说啊 你比如说悲情城市 那么他知道是怎么样的 但是唐朝是他建构的 而且通过日本这个中介 所以他里边是模仿日本 希望日本是传到唐朝的东西 没错 你尽量求真 但是可能啊 某一个道具 你还是那么不太对见 可有可能某个细节 甚至包括有人争论了 就唐朝人的语言 这是文言文吗 真要 这是文言文 你看看六祖谈经 那应该是什么 做梦生 做梦生 那是唐朝人的口语 如果真的复原真实 所以你只能说 是他建构的一个 唐朝的生活场景 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重要 可是不是最重要 因为理论上 别说什么唐朝不唐朝 当我们去重构过去 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 半年前 我们每一次重构 重现一个东西 一定是遗失了 更多的东西 那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去重建 一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想摆定 里面不同元素 人 事情 感情 关系 摆定他们的最好的位置 那从这个意义上面 就是侯小贤 他摆定 他的唐朝在这里 然后透过他的云 他的天 他的风 他的草 他的远近 安定的 还有苏琪的眼睛 每一次我们跟着苏琪的眼睛 来看着他准备要杀 或是说准备放过的敌人 OK 那种悲怜的状态 他把我们带进去 所以我刚刚说有两个层次的特别 第一个这是个人的叙事风格电影语言 第二个就像启东兄刚刚讲的 武侠小说 这个类型电影 甚至电影这个本身 他有突破 那一定要回到电影史来讲的 就像我们知道杨德昌 非常杰出了台湾电影导演 去世 他说他当时在美国读电脑 他是去了电影院看到十遍 还是十二遍 八部半 也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 八月二分之一 对八月二分之一 香港翻译 他说看到每一次都睡着 他不服寻 我就是要看 就是要看到 看到不睡着 就看到第十二遍 他说懂了 突然懂了什么叫电影 电影要的是什么 他不是要懂 他懂得把八又二分之一 回到电影的脉络 电影语言 镜头灯光的组成 人跟导演跟电影像的关系 我觉得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 不管是香港还是内地台湾都有 总是执着于懂不懂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假如要懂 我给各位观众建议 看的时候看英文字幕比较懂 他有落差 他有落差 比方说书期到底几岁 英文字幕写出来 英文比较清楚 中文没写 因为中文有个文言 所以对现代观众又有隔了一层障碍 对 就更加陌生化一下 没错 他跟老外总不能那么聊 乡乡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个观众走出电影院说 何小贤真牛 诚心就不让你看懂 咱们现在可以分享一下 咱们现在可以分享一段 鸡兵国王 德义卵三年不明 妇人曰 常文卵 剑类 责民 何不玄境造之 如今剑术已成 而到心未肩 经宋儒反胃 杀入表兄 田济安 你看 虽然你们说的那么艺术 但是我 其实我老有一个很多余的想法 我老是觉得 有些我感受到的 可以做一个桥梁 就是懂不懂 也可以是一个问题 其实也可以变得懂 你比如就刚才讲的 我就想起香港的观影员 不是影评人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知道吗 他就跟大家讲 就是跟那七个观众 就是说 就说 我们的大家 都习惯了 看那种 这个导演把故事 给你讲的清清楚楚 人物给你交代的明明白白 生怕你不懂 对吧 但是呢 侯孝贤的电影 它是另一种电影 他说啊 是简而又简 他说 能用 能讲一句话 就绝不讲两句话 就是 它是相当节制的 实际上 他这个故事啊 原本侯孝贤 跟朱天文 听说是诅咒发誓 说这可以拍一个快节奏的 好看的 色彩缤纷的 孽隐娘的故事 唐川祺 写的多传奇啊 好 都决心了 结果最后拍出来 听说是朱天文怒了 就是 他还是侯孝贤 就 他全抽走了 他把 能够 很多理解的 抽走了 但是 我们假想一个东西啊 就是 这个中国国画里 说的这个刘白 刘白 我想的就是这个 他刘白是什么意思啊 刘白你的想象 比如说 聂也娘这个人 和田继安的感情 非常有意思 这个里边有个故事啊 他跟田继安 这个 从小是娃娃亲 但是后来最后呢 田继安又跟那个 姜文他老婆好了 就娶了姜文他老婆 因为另外的 这个势力的原因 对吧 然后 为了政治的原因 当年 你念也娘 曾经为这事大闹过 就心灵受过伤 然后这个 这个道姑 本来是训练 他曾杀手 刺杀田继安的 但是他为什么到最后 没杀田继安 一直就没杀田继安 但是他要让田继安 认得他 认得他 然后最后 田继安的那个机械 那个胡姬怀孕了 被那个周韵谋害的时候 他还救了他 最后 唯一跟他讲的一句话 就是胡姬怀孕了 那么你看 观众看到这个时候呢 就明白了 公兴计啊 但是 你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我说刘白就是 你可以理解成 他正在爱着他 但是也不一定 这个聂隐娘 你看他脸都黑了 我第一次看见黑脸的书旗 脸都黑了 他从来没有 他你看在感情上 就是他没有这么烂情啊 如果哭出来啊 如果说出来啊 就确定了 就这样 但是人总是不确定的 这聂隐娘 你就看不出 他你看最后 他跟他师父讲的是 如果杀了田介安 那么他的孩子还小 孩子继位的话 这个地方政治就乱了 你看他又反映了 他另一种 但是他师父的一句话 点题了 就是你技术学好了 人伦斩不断 对了 这个就对武术的定义了 所以他到最后 他就从工兴计 这些东西跳出来了 上升到对武术的 一个基本的人伦理解 就是说你的功夫再好 你这个人伦关系 斩不断的话 你这个 而且我接着跟你说 这往下讲 就更是这种 所谓不懂的电影 它的魅力所在 你看这师父 跟他说完了之后 说你没戏 然后他拜了三拜 辞别师父 结果凑一下子 师父在后边偷袭 你发现吗 这个师父偷袭 你可以理解成 你看这个师父 其实不太善 够邪的 但是也可以理解成 因为过去 据说何小贤 是在日本某个电影里 得到这个灵感 就是日本某个这种 武侠电影 也是这种啊 学成之后 这个师父好像跟弟子 有一种割舍呀 了断的那么一种 仪式性的一种动作 啪一下就袭击你 到最后这个聂尹娘 你看在 就整部电影没见血 最后聂尹娘 在师父的衣服上 流下了一道划痕 表示清出于蓝了嘛 然后就飘然而去 你看这个就让人 有很多想象 下一回的讲解员 就是窦文涛 普通话版 讲解员 好像没有普通话 而且最后师父 这个袭击的这个镜头 还会给人一种联想 好像在补充交代 前面蒙面女跟她打 因为我们搞不清楚 这个蒙面女是谁 一般理解就是周韵 就是周韵 就是她的太太扮演 但是也可以理解 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理解 她师父下来 来干预这个事情 她后面来 这么重演一下 这个想象的权利 就留给你们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 它的好处是 不大怕剧透 然后你看完第一遍 我相信这个电影 可以看第二遍 现在能够 看第二遍的片子不多 连续剧 我最近下决心 权利游戏准备 看个第二遍 我这个是很大面子 为什么权利游戏 我看了一下 部分集的第二遍 会发现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很不容易 这个片子呢 可以看第二遍 当然可以 可以不只看第二遍 因为这 影评演员陪着观众 那五遍就过分了 那是值回票价的电影 因为你去看以前 还要先做准备 大概要理解一下 关系图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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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不赞成这种 我最不赞成这种 这种先看 唐超的小说怎么写的 什么背景什么 什么 你就直接碰击 他的 因为你不是一般的观众 因为这样很容易 我觉得要诚实一点 面对观众的状态 他要这样 不然他进入不了 很多 睡觉已经好的了 我碰到很多 这一类的电影 你看到二十分钟走 起来走 而且用力的拍桌子走了 我比较佩服侯孝贤 他的一贯的招牌 就是镜头不动 他背景城市也是 一个镜头放很久 所以他做他的摄影师 但因为他镜头不动 所以里面的画面 要悄悄的动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你们说声音在变化 这个里面的很多的细节 你乍一看 你不仔细看 他这个画面里面 两个人就这样 在说话 但是他里面悄悄的在动 他为了制造这个镜头 你去统计 他的镜头数量 大概是最少的 跟各种电影相比 他每一个地方机位放好了 基本上总得放个两三分钟 可是拍出来的 内容很多 底片是最多的 云啊 树啊 这些东西 拍了五十万尺 是吧 对 而且呢 我就说拍这个武打 其实他本来也有很好的 这个武打设计 这就反映了这个侯孝贤 就是这个武 按说武打 大家很爱看 但是呢 他的动作 他就讲两个字 就是快和准 说你既然周韵和舒淇都不会打 那就少拍点吧 迅速就完了 而但是呢 他不同意太多的调那个 调那个威雅 他就说啊 侯孝贤讲一句话 恰恰是可以就是印证我最近的一个感觉 他说我不要那些啊 违反地球引力的东西 就是飞的 你知道最近 哎 我绝对不是批评陈凯歌导演啊 我是批评 道士下山这部电影的这个搞威雅的那个人 这个不用陈导演负责 对吧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看一看 就是 太违反地球重力了 我我现在觉得啊 你像徐克那种可以 哎就是说啊 叉这么飞下来啊 但是你就是个羽毛 您基本上也是个向下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带着我这个看法 你看看到士下山那个调威雅 那个完全就是没 你知道吗 可能是演员也没练好 明明要落下了 你觉得他还在往上争拔 就违反地球引力的东西啊 这叫 天安门广场没见吗 叫歼15 辽宁号将来用 对 我不是反对 飘飘雨仙 但我认为飘飘雨仙 你也是个基本往下落 你不能明明往下落 感觉你还要往上飞 那是对于李安啊 卧虎长龙的反动啊 因为李安 威雅用的最厉害 我们不算其他很烂的导演啊 这是最好的导演 李安 但李安也很漂亮啊 我一点都不反对 我不断地在把这个片子 跟李安的卧虎长龙做比较 李安卧虎长龙 当初我们看的时候 也有很多不满意 我们替他的解释 是拍给西方人看的 但是后来重看 李安真是拍得很漂亮 我非常赞成像 侯小贤拍这样的片子 尤其在我们现在的中文电影里边 那我问你能比吗 卧虎长龙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 和猴岛的这个聂野娘 你觉得能比吗 我比较喜欢 我最欣赏的艺术 就是看上去很容易懂 很简单 很容易进去 很有趣味 你能相比吗 这个时候呢 越想越复杂 这个时候我就要用 胡兰城的 对于女人的态度 好的东西 怎么能够相比呢 你一比对于谁 都是一种侮辱 好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滑头滑头 哎 嘉辉还特意给我们拿来本杂志展示一下 可以看看 因为这个其实蛮对我们刚说的 他说什么 三十年来 这一部取悦世界的导演 这让你说的要观众 对啊 纯心让你看不懂 你看他这模样 他多不想取悦世界 但他的这种 就属于文学里边讲的纯文学 他的对话对象 就是圈子里的人 他要取得的成就 就是跟已经有的东西相比 所以有的 这就叫纯文学 所以有的评论就是说 这是个小众艺术片 却被宣传忽悠成了一个大片 对啊 那为什么我刚才讲的 沃沪长龙好呢 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电影 电影就是工业品 电影工业嘛 所以他既要考虑 什么都不知道的观众 让你们开心 又要让你们专家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又要演员很多发挥 而且要向世界展示 中国文化的某些 好看的地方 在作为电影来讲 沃沪长龙是更 那只能给蔡明亮听到 他就非常生气了 他一直很努力的 做的电影 在说电影不止一种 你不能说电影 of course 我们已经讲了嘛 不止一种 他可以是工业 可是我就电影语言嘛 刚刚说的非常好 说他就对着专家说话 就像文学里面 对着内行说话 对 对专家嘛 内行也是专家嘛 像小说 很多大作家说 我的假想的 理想的读者 就是那几个 上级是死去的人 我跟灵魂对话 是我跟莎西比亚对话 我跟谁谁谁对话 那是死去 我看有没有办法 在艺术语言的系统里面 能够挑战他们 突破他们 所以我们刚聊天 也谈到说 国外很多的 西方的 我们都觉得 非常好的导演 Steven Spieber 马田 什么马丁 他们非常高评价 他们一看 他们完全没半个人 提懂不懂的问题 在说电影语言 他们有一句话说 侯孝贤之后 没有电影 哎呦 这个真是 我跟你说 就是说 里面中国人 法国人真是 专看着看不懂的 就是法国解放报 头版 就是说 侯孝贤 如果不得金东旅 我们要点着火把 拿着武器 那意思 烧了你这个干 就是他能到 这一步 他很合适 最后给他 最佳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 然后黄小贤 你记得吗 还说 这些评委老外 他们看不大 懂我的电影 所以呢 所以呢